此時此刻時機點很敏感 駐美代表蕭美琴 她近期即將反台 您認為蕭美琴 她的任務是什麼呢 真的只是單純的素質嗎 像是黃陽明她就研判了 是不是總統蔡英文 有重要的任務要交給蕭美琴呢 蕭美琴一直都是蔡英文 很倚重跟很信任的幕僚人員 或者是也是她一個 對美關係非常重要的一個管道 所以蕭美琴這一次 這個返回台灣進行素質 我認為當然代表的是 蔡英文方面有更重要的任務 要來跟蕭美琴進行討論 跟意見的交換 而這恐怕不適合 透過通訊的方式來完成 那麼蕭美琴如果在這個時候回來 如果蔡英文有重要的任務跟訊息 究竟是什麼 那麼現在看起來不外乎是幾種可能 就是第一關於麥肯錫要不要來台灣訪問這件事情 是不是要達成一個最後的共識 最終是要邀請她來還是不要邀請她來 那麼是什麼時候邀請她來 我覺得這可能是現在蔡英文方面需要跟蕭美琴進行面對面的討論 然後重新來調整策略 因為事實上美國的這些國會議長平常也很忙 他不是閒著沒事到處飛 你說當時佩洛西要來台灣 那個民進黨政府一直裝無辜說這跟她無關 是佩洛西自己要來的 可是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最後結果讓我們發現其實是中華民國政府去邀請的 就民進黨政府去邀請她來的 那麼同樣的你說麥卡錫究竟是她一時興起 為了要力挺台灣跑到台灣來 還是這個民進黨政府私下來做過邀請的動作 我覺得後者顯然比前者更有可能 所以這第一個部分就是麥卡錫究竟要不要來 什麼時候來 那麼我覺得這是當然這個蔡英文有必要 要跟蕭美琴面對面來重新討論跟規劃的 那麼第二個也是我們現在最擔憂的 就是蔡英文方面也曾經傳出訊息 說她準備在她任期結束之前到美國去訪問 然後到美國國會去演講 那麼這件事情會造成台海情勢根本上的重大變動 那麼所以蔡英文究竟是不是要貫徹這樣的想法 那究竟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那未來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實現這樣的想法 其實這也是蔡英文跟蕭美琴 現在要坐下來好好討論的 因為就蔡英文的角度來講 她現在在意的恐怕不見得是賴清德能不能夠當選 她現在在意的應該是她的歷史地位 因為她的任期即將屆滿 那麼她要達到什麼樣的一個歷史地位 才能夠讓她有足夠的成就感 那麼在她離開之前完成她心中的目標 因此當然訪美到國會也說 這絕對是一個蔡英文心中不可能放下的一個期待 那麼接下來我們當然會擔憂的不是蕭美琴回來了 而是蕭美琴回去美國之後她要做什麼 那麼這是值得我們做密切觀察的 不管是麥卡錫要不要來台訪問 或者是蔡英文要不要去美國訪問 這兩件事情都會對台灣的安全 對台海的穩定造成非常深遠跟重大的影響 這一點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Go 掃一下